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来学习一款花样编织 主要用到的针法是长针还有锁针 那下面我们开始吧 下面呢,我们开始起针 起针的倍数呢,是6的倍数 这里呢,我用18个锁针为例 就是3个花形 18个锁针勾完 然后继续例3个辫子 1,2,3 这3个辫子就相当于一个长针 然后继续绕线 中间空 1,2 然后在这里 就是倒数 1,2,3,4,5 倒数第6针里勾一个长针 中间 勾三个锁针 1,2,3 勾针绕线 下面呢,是空一针 在第三针里面勾一个长针 这样呢,就是为一组花形 就是这么一个 然后中间隔一个 然后中间隔一个 下面呢,空1,2,3 在第4针里面 继续勾长针 中间1,2,3 勾针绕线 中间空一针 勾一个长针 这就是另一组 这就是又是一组 下面是空两个长针中间是一针 然后上面呢,是三个辫子间隔 然后每一组花形中间呢,是一个辫子间隔 然后继续一个辫子 勾针绕线 空1,2,3 空1,2,3 在第4针里 勾一个长针 这就是另一组了啊 然后中间空三个 1,2,3 中间空一个 然后在第三针里勾一个长针 这就是三组花形 1,2,3 那还剩了最后一针 就直接勾一个长针 这样 第一行就勾完 下面开始勾 第二行 1,2 两个辫子 把这个枝片反转 勾针绕线 继续勾长针 那长针的入针位置呢 还是在下面 中间它两个是空了一针 就在中间 然后这样拉长一点 然后继续是三个辫子 勾针绕线还是在这里面 继续勾长针 然后是勾完了一组 中间勾一个辫子 还是在这里 两个长针中间 勾一个长针 三个辫子 这又是一图 一个辫子 然后下一图 1,2,3 继续勾一个长针 那这一行也勾完 继续在最后里 最后 大家反过来看一下 这里是我们立了三个辫子针 它相当于一个长针 所以我们在一三个辫子上面 继续勾一个长针 那这一行勾完 勾两个辫子 反转之片 继续勾长针 还是继续勾这个花形 入针的位置呢 还是在这里 上一圈 这个三个辫子上 把它勾出来 1,2,3 然后花形之间用一个辫子间隔 1,2,3 一个辫子 1,2,3 这样 最后勾一个长针 在立的这个两个辫子上 然后勾一个长针 就这样重复勾针 再给大家演示一行 勾两个辫子反转 1,2 然后入针的位置是在上一行里 这个三辫子上 就是三个辫子上 这样拉出来 勾一个长针 三个辫子 一个长针 这样一组勾完 中间用一个辫子间隔 下一组 1,2,3 1,2,3 最后两个辫子上面 就是在第二针里勾一个长针 是不是很简单呀 对吧 看一下 就像小麦碎一样 好了 今天的视频